分两次拧紧 第一次,120牛顿米 第二次,转角90度 拧紧后的力距应在170至250牛顿米范围内 请注意,连杆螺栓只允许使用一次 检查各缸连杆大头与连杆轴径开挡间隙 应在0.15至0.35毫米之内 转动驱轴应无卡制现象 齿轮式和空压机部分 清理和擦干净机油泵与机体前端两结合面 垫好密封垫片 插上机油泵中心销 装正机油泵位置 用螺栓拧紧 用油石修膜齿轮式后端面和机体前端面 清理毛刺擦干净 用适量的510平面密封胶均匀的涂抹两结合面 中间堕轮有标记面朝外 堕轮轴由内向外装好 放入齿轮式 抬起齿轮式 对准位置 用螺栓套上弹簧垫圈 将其安装到机体上 机油泵堕轮轴突出高点的内面朝里 装入齿轮式 找准位置 敲入机油泵堕轮轴 用机油泵堕轮螺栓 涂上242螺纹胶紧固 引紧力矩为60牛顿米 将轴有7面端 朝外装入堕轮轴中心孔 中间堕轮和堕轮轴对准位置后 将其敲入 装上挡板对准螺孔 用四支堕轮轴螺栓 涂上242螺纹胶拧紧 拧紧力矩为90牛顿米 前油封韧口处涂黄油 用专用工具压入 安装后 正确位置应稍微高出点齿轮式平面 并平整 将206空压机后轴承外圈 敲入空压机后端面 轴承孔内 内圈压入传动轴后端 在它的前端压入306空压机前轴承 用压紧圈压紧 装入齿轮式轴孔内 安装轴承压板 用M8乘以30螺栓涂上242螺纹胶拧紧 擦干净空压机与齿轮式的结合面 并涂上510平面密封胶 对准定位销孔 将空压机装上 用螺栓涂上242螺纹胶拧紧 将传动轴油风压入空压机后端面油风孔内 装上油泵传动齿轮 垫上平垫片 在传动轴螺纹上 涂上242螺纹胶用螺母拧紧 力矩为300牛顿米 飞轮和飞轮壳部分 在机体后端面的附油道孔中 装入O型密封圈 抬起飞轮壳 使飞轮壳定位销孔 对准机体上的定位销 将飞轮壳装到机体上 用13支M12乘以60的飞轮壳螺栓 站上机油分两次对角均匀拧紧 第一次40牛顿米 第二次转角120度 拧紧后的力矩应在110至140牛顿米范围内 装入轴承挡圈 将6305飞轮轴承 用敲膜从飞轮与曲轴结合的这一面 敲入飞轮轴承孔内 将飞轮装到曲轴上 飞轮螺栓站上机油拧入 然后按要求分三次对角拧紧 第一次60牛顿米 第二次转角90度 第三次转角90度 拧紧后的力矩应在230至280牛顿米范围内 转动飞轮使第一和第六缸的活塞在上支点 这时飞轮应在零位 即从飞轮壳检视孔中刻线看下去 应在飞轮的OT刻线 在突轮轴上敲入定位销 将突轮轴齿轮上的刻线 对准齿轮式上 OT正式刻线标记 转动突轮轴 使突轮轴齿轮上的定位销孔 对准突轮轴上的定位销 装入突轮轴齿轮 用四支M8乘以20 10.9级的突轮轴齿轮螺栓 涂上242螺纹胶 拧紧 力矩为32牛顿米 安装完毕的正确位置 因为突轮轴齿轮上的刻线 超前齿轮式上的标记仅半个尺 检查各齿轮是否有间隙 水泵发电机部分 将水泵总成和密封垫片 装于齿轮式上水泵式 装上发电机固定板 拧紧水泵紧固螺栓 在水泵进水口 装上浸水管接头及垫片 将减震器皮带轮装入曲轴 用螺栓拧紧 力矩为65牛顿米 禁止在无减震器 或减震器失效的情况下 使用柴油机 否则将会使证实齿轮磨损增加 甚至造成曲轴疲劳断裂 装上胀紧轮 风扇皮带调整到规定的胀紧力 拧紧胀紧轮螺栓 装上发电机 发电机皮带 调节发电机 拉紧螺栓来调节发电机皮带的松紧度 紧固发电机螺母 油底壳部分 在主油道线压阀螺纹部位 涂上242螺纹胶 拧入机油主油道线压阀螺孔中 并拧紧 将螺栓涂上螺纹胶 把密封垫片机油集滤器 安装到机油泵进油口处并拧紧 将油形橡胶密封垫套装在油底壳上 装上油底壳 装上垫片 将机油滤清器总成 用四支螺栓涂上242螺纹胶 装上拧紧 钢盖部分 在进排气门杆布均匀涂上二流化木润滑纸 从钢盖底平面装入 以此装入气门弹簧下座 气门油封 内外弹簧 气门弹簧上座 用专用工具将气门内外弹簧压下 在气门弹簧上座和气门杆间 装入气门锁片 然后缓慢放松弹簧即可 检查气门锁片是否安装到位 将12个挺住 用压缩空气 吹减内部油孔 油孔必须畅通 在表面涂点清洁机油后 装入机体挺住孔内 敲入6颗钢盖定尾销和6颗钢盖弹性定尾销 21只钢盖附罗栓在螺纹短的那头涂上271胶水 拧入机体 装入6张气缸床 将组装好的钢盖组合件擦进其底平面装入 未安装到位的允许用木锤敲入 把加紧块压紧块装入钢盖附罗栓 将21颗钢盖附罗姆和24只钢盖主螺栓的螺纹处 涂点机油拧入至30牛顿米之后 钢盖主螺栓 附罗姆的拧紧顺序如图 拧紧程序如下 1.将主螺母按图顺序拧紧至200牛顿米 2.将附罗姆按图顺序拧紧至90牛顿米 3.将主螺母按图顺序转角90度 4.将附罗姆按图顺序转角90度 5.将主螺栓按图顺序再转角90度 6.将附罗姆按图顺序再转角90度 拧紧后的例句 主螺栓要求在260至380牛顿米范围内 附罗姆要求在120至160牛顿米范围内 5.禁止在柴油机热状态下拆卸钢盖或松动钢盖螺栓 以防止钢盖变形 6.将气门推干清洗干净 7.检查油孔是否畅通 7.放入推干室 8.燃油